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6月2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昕 今天是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 60年来中国和北韩之间建立了所谓先谢宁城的友谊 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大国外交的拓展 随着北韩在国际社会日益孤立 中朝两国关系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变数 最近南北韩之间的天然间争议 使中国在是否继续支持北韩这个问题上 再次面临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 那么中国是否应该继续充当北韩的坚定盟友 中国和北韩保持同盟关系的利益得失是什么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些问题 我们请到了两位专家 一位是国际关系专家谭圣格先生 他的英文名字是John Tasik 另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候选人梅惠林女士 他的英文名字是Oriana Mastro 来欢迎两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谢谢 谭圣格先生请您现在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知道在这次天然间事件发生之后 那么有一些分析认为 中国和北韩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疏远 比如说这个北韩领导人到中国进行访问 要求军事援助 但是中国并没有答应 那么您是不是赞成这样的解读 我觉得这样的分析是假新闻 这是炒作假新闻 金正尔去访问北京的时候 他进行了四天的访问 四天的交换意见 他要求了援助还是没有要求了援助 谁敢说 但是按照联合国的决议案 中国并不允许给北朝鲜军事援助 我觉得你不会肯定 中国还是遵守联合国的决议案 但是金正尔去北京的四天的访问 我觉得是很成功的 您都人民日报 环球日报 甚至您都朝鲜的正式媒体 都赞扬这个访问的成功 甚至北朝鲜的媒体也发表了一些报道说 北朝鲜的诗人也写了几首诗 赞扬这个访问 而且北朝鲜发表了邮票 纪念这个访问的成功 我觉得这个访问 这次访问是非常成功的 而不是 你不觉得中国和北韩之间 关系出现了裂痕 那么美国的理解 访问成功有什么意思 我觉得过去的二十多年 出现了在北朝鲜 和中国的同盟关系 发现了裂痕 因为现在那两个国家 它们不再有共同核心利益 它们唯一共同的利益 就是避免北朝鲜的崩溃 所以如果你看 那个天安船事迹发现以后 我觉得中国 还请竞争日来北京 是不可接受的 中国说他们的立场 是比较公立的中立 但是在实际上 我觉得它们表现 一个比较偏见的态度 如果你看天安船事迹 有一个报告 一个监察报告 证实 那个船是北朝鲜 小型潜艇水 发射无泪而沉没 这个我们不搞错 这个就是战争的行动 中国的翻译是什么 很可能他们说 温教宝说他们不会 支持不会保护任何国家 但是如果你设想一下 如果不是北朝鲜 为了韩国那么做 是台湾为了中国那么做 中国的翻译会是那么中立吗 我觉得肯定不是 那刚才美惠林女士是说 她认为中国和北韩之间 现在没有什么 共同的战略利益 那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要说共同的战略利益 是什么呢 最近问你 遥想60年以前的那个 朝鲜战争爆发了的时候 美国的分析家觉得 中国参与这场战争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对中国没有利益 中国就刚刚巩固 自己的政权 对 新生政权 巩固人民政府 中国的国内的经济也破坏了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毛泽东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呢 因为斯大林直接跟他说 我斯大林在西方是保持 保护革命 毛泽东现在要在东方保护革命 这是政党性的一个因素 60年 过了60年 一直到现在 中国政府还是有 中国的共产党还是有这个政党性的 考察 考量 他们还是觉得 北朝鲜跟缅甸 跟其他的那个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 是他们的自然的盟友 好 你怎么看 你觉得这个意识形态的因素 真的如此重要吗 在中国和北韩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不少的专家 他们说北朝鲜和中国的关系 现在会损害中国的声誉 我觉得我就同意这个看法 因为我觉得中国不会继续支持北朝鲜 同时劝国际体制 他们会变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但是我也有很多人说 为什么他们会继续支持北朝鲜 因为觉得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很可能他们会把北朝鲜作为平障 很可能他们怕 平障就是防护 从美国支持的韩国的平障 因为他们不想韩国或者美国 会在他们的边境驻军 也有很可能他们想在地区保持 或者增强他们的影响力 他们觉得为了这个目标 需要继续支持北朝鲜 但是我觉得中国对北朝鲜的政策的 那个决定因素是中国的领导人 他们对风险很厌恶 他们不太喜欢那个无知的情况 他们觉得金正日比无知的领导人好 他们也觉得 就不可预测的 他们避免不可预测 发生不可预测的情况 对 就是他们非常不喜欢的 就是地区不太稳定 不太安全的这种情况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 他们需要超过这种保守的态度 然后却开始跟美国 跟韩国 跟日本 跟很多国家开始讨论 怎么应付就是北朝鲜 垮台的一种表现 对 但您怎么看谭政客县 您认为中国是不是确实是 对北韩的支持是出于担心 比如说北韩和韩国统一 形成一个对中国形成 更大的威胁等等 所以他宁愿把北韩 作为一个屏障在东亚地区 屏障也是屏障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因素 就是中国要避免朝鲜半岛统一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中国 我和韩国统一